中国大陆重视高科技的制造业 完全可以理解 这也是习近平的基本路线 从李克强到李强都一样 之前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到这一届是习近平主席 直接领导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了 感觉现在中国是一个经济的转型时期 最近不是出了一件事吗 那个俄罗斯跟印度 那印度说可不可以接受我的印度卢比 俄罗斯说我用不出去 对对对 那这个是卡在哪里你就知道 俄罗斯是卖能源给印度 那俄罗斯手上就会拿到一堆钱 那对俄罗斯来讲 他不要印度卢比 因为我用印度卢比我能买到 印度的整个制造业 占全世界的货品贸易只有2% 那中国大陆是18% 那中国整个经济主要是货品为主的 它带动全球经济成长30% 而且它是所有品项都有 所以俄罗斯不管是要去付 中国来协助盖基建 或者是要买中国货 它都可以用人民币 那我到印度能买什么 你叫他买加利吗 是吧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本币互换我跟你讲 并不是各国都可以运作的 比如说阿根廷币你敢接受吗 它动不动就通膨30% 这谁受得了 就是本币互换 大家讲一讲没有错了 比如说今年我就很想看这个金砖开会 因为它要扩大成员 那势必就会提出一些议题 是不是本币互换 这种议题一定会出来 是的 那一定会有国家反对 然后他一定会说 那是不是哪些币种可以选择 或者我们是要锚定到什么东西 作为价值的计算 你懂我的意思 这个就很有趣了 因为很多人都在问 说那请问人民币的价值是怎么算 锚点在哪 对 因为中国目前的外汇 有3.2兆是美 所以你的锚点是怎么算出来 所以你的锚点一定要用 比如说是不是有一定量的黄金 一定量的能源 一定量的稀土 贵金属来做底 然后也许加一些稳定的货币 你懂我的意思 对错 这样来算出一个值 就是要有别于美元 我的意思是说 今年很可能到了金庄会员国开会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会开始浮现了 那你就会看到很多经济学家在那边 开始抛出想法建议 这个很有意义 我认为对美国经济才是真正的挑战 因为美元已经变成信用货币了 它完全就是美国政府 它的真正的价值 它不断的在乱发债乱发债 纯粹就经济角度来讲 如果不是美国的政府的信用撑住 它不知道该贬到哪边去了 所以我是觉得这种问题 今年就会慢慢 你会看到一些线索 那中国凭什么挺住了 或者它的币值可以保持稳定 就是因为它是工业大国 它是制造能力撑住了它 习近平跟李强会有这种观点 而且把它拉高到相当的位阶 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你记不记得 习近平还去见那个林德时代的老板 那不是他要投资美国福特吗 那习近平还是跟他说 技术不要被他偷走了 委婉地告诉他 好好地把产业放在美国 不要去美国乱投资 了 啊 对